大家好,我是邵阳 今天看的啥 说一部无欠联的早期静悚电影恐怖劲 准备好了吗? 现在风上 在一个电闪零明的雨夜 小燕正在找地方躲雨 被一个热心长发门领进了下 长发门名叫斯琴埃尔 是做头发生意的 经常给人做头发 特别是男的 其实呢,他就是个劲 斯琴埃尔一个人生活 身边没什么亲人 更没什么朋友 在和斯琴埃尔聊天的过程中 小燕就摸清了斯琴埃尔的大致情况 不知咋的 小燕突然凶行大发 他偷袭了斯琴埃尔 并残忍的杀了他 最后还用热水把尸体毁容了 这是多大仇恨呢 此时镜头转到报纸上 原来小燕竟是一个在逃的连环杀人犯 什么烧杀抢掠啊 人面兽心啊 说的就是他 小燕杀了斯琴埃尔之后 就开始翻向朵轨 找到了斯琴埃尔 通往香港的通行证 之后小燕开始按照证件上的照片 为自己整容 原来小燕是想用斯琴埃尔的身份 逃往香港 小燕的化妆技术还真的没得说 完全把自己化成了斯琴埃尔的模样 唯妙唯笑啊 过海关的时候 检查人员都没看出来 直接把他放走了 没错放走了 怎么不自信呢 是同一个人吗 另一边在香港 斯琴埃尔的男朋友出现了 原来他早就和斯琴埃尔友好 要把斯琴埃尔嫁到香港 但是他没等来斯琴埃尔 却意外碰到了假扮成斯琴埃尔的小燕 小燕也不知他是谁啊 远远的躲开了 心思整命的小燕 为了让自己真的变成斯琴埃尔 来到香港 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先把通行证上的照片 换成自己的 然后凭此办理身份证 第二件事 小燕开始利用斯琴埃尔的身份 联系以前的香港嫖客 但是电话打了好几桶 不是明日节 就是打错了 看来斯琴埃尔活还不咋地 根本没有回头客 万般无奈之下 小燕只能亲自出马 假装起了战阶女 并成功联系到了服务对象 陈启明 要说这陈启明真是够倒霉的 约个会还要谈价格 人家都不和他谈 只有小燕接受了他 陈启明是个出作者司机 约上小燕之后 就马上拉他回家了 比喉还紧呢 根本没意识到 噩梦就要来了 陈启明家里 小燕开始乱转了 根本没把自己当外人啊 东看看西摸摸 还问来问去 家里几扣人啊 都是干啥的呀 陈启明也喊喊 人家问啥 他说啥 离异独居 还有个女儿和奶奶一起住 这房子还特别偏 旁边也没什么邻居 简直就是为小燕 量身打造呀 为爱鼓掌之后 陈启明是越想越不对劲 这个小燕很不正常 他叫了个出租车 把小燕给撵走了 但小燕已经摸清了 陈启明的所有情况 怎么可能轻易离开呢 他故意把自己的手串 扔在卫生间 临走的时候 还拿走了陈启明的 妈妈和女儿的照片 第二天 小燕就找到了 陈启明的妈妈和女儿 开始跟踪他们 摸清了他们的地址 还找人打听情况 连续几天之后 小燕决定动手了 他先是开车 撞断了陈启明的腿 让他丧失了行动能力 然后以拿回手串为由 走进了陈启明的家 轻松的就把他给制服了 他把陈启明绑了起来 并封死了所有门窗 然后就开始逼问 陈启明的相关情况 从出生地到工作单位 能问的不能问的 全都问了个遍 陈启明很怕怕 是问啥说啥呀 就这样 小燕心安理得的 住进了陈启明的家 小燕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让他尽快来香港 和他会合 另一边 四亲爱尔的男朋友又出现了 他没等到四亲爱尔 一直在死等 一个电闪零零的余夜 小燕来到海边接丈夫 没想到因为天气恶劣 他丈夫的轮船改齐了 今天来不了了 另一边 陈启明的妈妈 这些天一直没联系上 自己的儿子 非常担心 就决定上门看看陈启明 却没想到 正好碰到了赶回来的小燕 小燕又一次雄性大发 他用螺丝刀 杀死了张启明的妈妈 又杀了一个人 即使心狠手辣的小燕 也承受不了了 几乎崩溃 这个时候 张启明的女儿打了电话 问自己的奶奶 有没有到这里来 小燕凭借超强的心理素质 把小女孩忽悠了过去 但他又害怕 小女孩等不到自己的奶奶 会不会报警 想了想 他打算去杀人灭口 他成功找到了陈启明的女儿 就在小燕痛下杀手的时候 还是没忍住心底 那最后那一抹善良 他把陈启明的女儿带回了家 另一边 陈启明这边正在自救 他挣脱了绳索 打电话 却没有电话线 无奈之下 腿脚不变了他 只能一步一步爬出了家门 小燕回家之后 发现陈启明不见了 他急忙去追 在陈启明爬向一辆出租车之前 把他给拦住了 只差一步就成功了 你说气人包 陈启明又一次被绑回了家 眼看逃跑是没有希望了 自己的女儿还被抓了 他十分痛恨 他请求小燕放过自己的女儿 此时小燕也说出了自己的故事 原来小燕之前和他老公租房 房东竟然要侮辱他 于是夫妻俩就把房东一家全给杀了 逃跑的时候还杀了几个警察 他老公也断了一只手 小燕杀了斯琴埃尔之后 发现冒充一个人好像也没那么困难 所以他现在要为他老公也找一个身份 这样夫妻俩就能高枕无忧了 这一天小燕成功的领到了 印着自己照片的斯琴埃尔的身份证 一脸幸福的他在离开的时候 很不巧的又一次遇见了斯琴埃尔的男朋友 斯琴埃尔的男朋友就质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燕还怕暴露 他制造了混乱趁机逃跑了 斯琴埃尔的男朋友一直感觉小燕不正常 他悄悄的跟踪小燕来到了陈启明的家 两个人还打了起来 虽然小燕非常的心狠手辣 但还是打不过男人 就在小燕要点盒饭的时候 小燕的断手老公陈豪终于来了 陈豪的手虽然断了 但是却换上了一套无坚不摧的贴勾勾 没两下斯琴埃尔的男朋友就直接躺下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陈启明的女儿趁乱跑了出去 自己跑进了一个小树洞里 但还是被小燕夫妻给发现了 铁钩陈豪就要痛下杀手 小燕于心不忍直接给阻止了 但也不能这么放了小女孩 陈豪用土封住了洞口 然后两个人就离开了 转场之后夫妻就把陈启明给杀了 砍下了他的手 接到了断手陈豪的身上 瞒天过海只差最后一步 为陈豪办理一张身份证 小燕带着陈豪来办身份证 用的正是陈启明的身份 天上下起了瓢泡大雨 陈启明女儿躲藏着洞口 却被雨水冲开了 非常巧的她被冲进了河里 又非常巧的 被返回来的小燕夫妇看个正照 两个人赶紧去追 没想到刚换上的新手 竟然丝毫影响不到陈豪那飘逸的身姿 但很无奈她再快也改不上河水块 陈启明的女儿还是被人救了上来 到了这一步 两人之前所做的一切全部白费了 小燕和陈豪只能继续逃亡 他们扔掉了辛苦办理的身份证 又去寻找新的身份了 不知又有多少人会遇害 但正义是不会迟到的 该被抓的早晚会被抓到 希望会有第二步吧 但这么多年了还没拍呢 好了我是老杨 我们下期再见